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我被太子强行逆死时,还在坐小月子。 陛下病危,他甚至都等不到登基,就已经对我们全族出手。 天寒地冻,我的身子还在出血。 他将我的头一次又一次按在冰冷刺骨的湖水里, 还不解恨,嫡女如何,庶女又如何。 当初你们家人都觉得他身份低贱,配不上我,现在好了, 你的身份比他更低贱,不堪。 楚林瑶,像你这种心如蛇蝎的女人,根本不配怀上姑的孩子, 你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这些年,他把楚白莲自杀的恨,全都发泄在了我身上。 楚白莲是我爹妾室之女。 他自是美貌,一心想要飞黄腾达,从小到大,总想事事压我一头。 他以为背着我勾引太子,先怀上孩子就可以抢了我的位置。 可惜他失策了,我爹不是被人威胁就妥协的人。 他不但没嫁给太子,还毁了自己明节,成了整个汴京的笑话。 成婚前一晚,他跑到我房间说,姐姐,就算我这辈子不能嫁给太子,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等着吧,你的新婚夜,我会亲自送你一份大礼。 原来他说的大礼,就是让太子对他怀着愧疚,记恨我一辈子。 可明明是他们俩自私自利,一个自倾自贱,一个不顾大局,不惜拿皇室颜面开玩笑,做出了这么恶心人的事。 我爹怕这个结果眼上,他被其他皇子挑出错处,陛下会对他失望。 我爹拿中宫动荡,天下不宁堵我的嘴,逼着我忍着恶心,也要与他成婚。 我们为了谁? 如果我能选,我宁可不嫁,也不会选一个不顾我脸面,把我树妹肚子搞大的男人。 而我爹宁可毁了楚白莲名声,牺牲我的姻缘,也要扶持他,坐稳东宫。 到头来,竟成了我们全家人的错。 不是我不配,是你不配,我说。 你说什么? 陛下说得对,你真的是烂泥巴扶不上墙,顾云争,你是非不分,不顾大局,你不配有妻子,不配有孩子,不配做储君。 更不配有忠臣为你效命,老天有眼,你现在还没登基,没了我们楚家,我就在地下亲眼看着你的太子之位能做到几时。 说完,我不再挣扎,任由他死死掐着我,整个人都栽进湖水。 只有这扎心刺骨良意,方能让人清醒。 可惜我和爹都没早日看清他是个什么货色。 姑娘,不好了,二姑娘怀了太子的孩子,老爷正在家族祠堂对他动鞭形呢。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没有死,竟然回到了十年前,自己还未出格的时候。 眼前的人,是我贴身丫鬟芸汐,他不顾廉耻,冒充姑娘身份,与太子暗中苟且,还厚着脸皮,求老爷让他代替姑娘出嫁。 姑娘,还是快去看看,千万不能让他得逞啊。 这是我与太子成婚的前一天。 楚白莲不动声色,冒充我的身份与太子往来这么久,却偏偏选在成婚前一日表明身份。 就是已经笃定太子对他有了真感情,又仗着他怀了太子骨肉,威胁父亲,等着明天出嫁。 这样一来,既保全家族名声,又能让我把太子妃的位置拱手相让。 他如意算盘打得很美,就是用错了方法,求错了人。 我不紧不慢,从床上坐了起来,诞声道,不急,先替我梳妆。 反正,爹爹不会同意的。 他尚赶着找打,就让他多挨打一会儿吧。 我吃过早饭到家族祠堂时,楚白莲正跪在地上,逼着我娘认她做嫡女, 圣旨只说是嫡出女儿,又没指名道姓, 只要大夫人认了莲儿做嫡女,这样就不算是欺君了。 我娘被她气得险些晕过去,指着她道, 你冒充我女儿身份与太子暗中苟且, 你还敢恬不知耻地让我认你做嫡女, 你还有没有点廉耻? 楚白莲又去求我父亲, 莲儿肚子里怀的可是太子的亲骨肉啊, 爹爹不能指偏心姐姐。 都是楚家的女儿,谁是太子妃,有什么要紧? 女儿如今名声已毁,爹爹如果不答应, 女儿只能去投江了。 我爹气得扇了她一巴掌,混账。 你们自己不知廉耻,你还敢攀扯你姐姐。 这时,门外通传,太子驾到。 楚白莲突然着了魔一般,跪在地上,脑袋砰砰地朝我磕头, 求求姐姐给莲儿和腹中的孩子一条活路吧。 姐姐要打要骂冲我来就好, 只求姐姐留我腹中孩子一条命, 我愿给姐姐当牛做马。 顾云正一把将楚白莲从地上抱起来, 对着我爹指责道, 尚书大人, 庶女也是人, 你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亲女儿。 姑今日就把话说明白, 要么你现在任莲儿做嫡女, 明日与姑完婚, 要么姑就去大内亲自向父皇说明, 退了这门婚事。 我爹这人, 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威胁。 前世, 他说, 逆女行为不端, 犹辱家风, 将来怎能母仪天下。 臣对太子忠心耿耿, 今日就算是死, 也不会让这样的女儿嫁去做太子妃的。 几年后, 谁能料到, 我爹一句忠心赤胆, 换来的是我们满门抄斩。 这一世, 我爹刚要开口, 被我拽住了。 我朝他摇了摇头, 低声道, 爹, 良情择目而期。 我爹是聪明人, 听出了我话中有话。 他等太子抱着楚白莲进屋后, 才对我问, 瑶尔, 你想说什么? 一个管不住自己欲念的男人, 成不了大事, 成了也容易被男女知识搞砸。 他真的值得爹爹为他卖命吗? 我说完后, 我爹沉默了。 我接着道, 这样一个不明是非的人, 若将来真坐拥天下, 不咬我们家一口就不错了, 他会感念爹对他的忠心吗? 虽然爹爹平日教导我们 为国效命不求回报, 可是, 那个人也得值得爹爹效命才是。 顾云征从房间内出来后, 对我爹问, 楚山河, 怎么样? 你可想明白了, 这一次, 我爹的神色比上一世冷静多了。 此乃欺君之罪, 民间百姓家女儿出嫁尚且问一句公婆, 事关皇家颜面, 臣不敢擅自做主。 楚大人, 你这是要与姑作对了? 我爹带着我们全家行礼, 若太子执意如此, 臣不敢反抗, 烦劳太子亲自去大内 跟陛下求情吧。 以前, 顾云征仗着我爹给他兜底, 为所欲为。 忽然我爹不冒死建议, 让他自己去说的时候, 他反倒犹豫了。 他看了我一眼, 朝我爹道, 其实, 楚大人也不必如此, 让莲儿为侧妃, 楚麟瑶为正妃, 一同嫁给姑爷一样。 我心里冷笑, 这样的道理, 楚白莲上一世不明白吗? 楚白莲要的 从来不是跟他在一起, 而是做太子妃, 将来做皇后。 否则, 上一世, 他腹中还有太子的孩子, 为什么宁可去死, 也不等一个做侧妃的位置, 而是选择与我鱼死网破? 因为他失败了, 也不想让我好过。 果然, 楚白莲跌跌撞撞地 从房间出来, 跪在地上。 不, 太子殿下, 求您收回成命。 您是姐姐未来的夫君, 莲儿又怎敢肖想呢? 这种骗傻子的话, 顾云征还真信了, 满脸动容地看着她。 一时间, 俩人公然在我爹娘面前眉来眼去, 把我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 我娘在旁边忍不住道, 你冒充我女儿身份 与太子见面的事都做了, 还姐姐未来的夫君不敢肖想, 你骗谁呢? 顾云征从刚才的你浓我浓变得神色狐疑, 看楚白莲的眼神越来越耐人寻味。 她跪在地上, 着急又苍白解释道, 不, 不是的, 莲儿当时不知道眼前的人就是太子殿下, 当时莲儿对太子殿下一见倾心, 又因为自己是庶出的身份自卑, 所以就说了姐姐的名字, 既然太子殿下心里的人是姐姐, 莲儿一个庶女怎么配跟姐姐共是一个夫君? 莲儿宁可退出, 也不敢妨碍姐姐幸福。 这种话, 也只有顾云征相信。 她轻声安慰道, 你胡说什么? 姑才见你姐姐一面, 心里怎么会只有你姐姐? 你和她是亲姐妹, 她自然不会介意你做侧妃的, 对吧? 说完, 顾云征却将视线瞥向了我。 我微微皱眉, 看我做什么, 让我跟她一起劝楚白莲做侧妃。 这么看来, 顾云征对楚白莲的真心也没那么多。 上一世, 她自己没中去陛下跟前退婚, 却把所有的怨气往我们储家人身上发泄。 这一世, 我赶在我爹开口前, 故意开口顺从道, 太子殿下, 小女自然不敢有异议。 顾云征对我的回答自然十分满意, 她刚要开口, 我话锋一转, 接着道, 只是侧妃跟侍妾不一样, 需要陛下赐婚, 明媒正娶, 还要有礼部侧封才行。 如果把妹妹这么塞到太子府, 实在太委屈妹妹了。 而且太子殿下与妹妹情投意合, 小女也不想阻碍太子殿下和妹妹的姻缘。 至于陛下跟前, 还是太子殿下亲自说吧, 我爹一个臣子怎好开口呢? 说到这里, 顾云征彻底怒了, 刚才说要娶楚白莲的是她, 要去大内退婚的也是她, 气氛都烘托到这份上了, 再不去御前求婚, 她在我爹跟楚白莲面前都下不来台。 她朝我爹拂袖怒道, 说就说, 楚山河, 你别后悔, 我爹? 我在心里替我爹翻了个白眼, 你自己的太子之位不珍惜, 我爹后悔什么? 说得好像他是替我爹做太子一样。 我盯着太子怒气离开的身影, 前世, 有我爹爹为他安前马后, 为他分忧。 这一世, 我爹没有拦他, 他大婚前夕, 就这么不管不顾, 到了宫里, 就为了求个庶女, 陛下不被他气得吐血才怪。 我爹冷眼盯着楚白莲道, 求人得人, 从今天起, 我也不想再管你了, 你自己拟选的路, 好自为之, 来人, 扶二小姐回去。 楚白莲离开后, 我爹朝我跟娘道, 你们也先回去休息, 我去皇宫一趟。 爹还是要替太子求情吗? 我问。 我爹拍了拍我的手, 放心, 爹不糊涂, 反正他这太子之位坐不了多久, 这门婚事吹了, 总要给你安排新的婚事才行啊, 否则这是传出去, 将来你还怎么嫁人? 我拽住了爹爹的袖子, 上一世的惨状还历历在目, 爹, 女儿不嫁人了。 这是胡话, 你才摔腾了一次, 就不敢嫁人, 怎么像我储家的女儿? 爹爹对我道, 等你到了爹这个年纪, 你会明白, 在皇家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能有多少, 但是你手上的权利, 我储家的荣耀, 一辈子能为百姓做多少事, 是在史书真实存在的, 别怪爹狠心, 寻常女子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你是陛下亲自看中的太子妃人选, 在感情和权利面前, 如果你都能拥有, 自然是好, 如果不能, 爹宁可你选后者, 不是如交似妻, 但风生水起, 爹相信你, 我为爹爹的话而感到震撼, 女子也可以活得摇曳生姿吗? 在这个重男轻女的世道, 而我爹偏偏对我们兄妹几个一视同仁, 他为我, 为楚白莲做尽了打算, 明明楚白莲这辈子有更好的选择, 可惜他太不知足, 爹, 这几个皇子里面, 二皇子昏庸好色, 三皇子资质愚笨, 能担得起大任的只有四皇子了, 我记得爹爹一向也对他敬重有加, 我爹叹了口气道, 是啊, 几个皇子里面, 论人品, 才能, 他当之无愧, 可惜他无心继承皇位, 否则也不会被人冒领了救驾功劳, 而无动于衷。 上一世, 顾云征欲前救驾有功, 又与我有婚约在身, 才被陛下立为太子。 原来, 就陛下的那个人, 不是他, 而是四皇子。 顾云征和楚白莲, 一个喜欢冒领功劳, 一个喜欢冒充身份, 还真是臭味相投。 我道, 不爱吃鱼, 不代表不会捕鱼, 父亲您能明白这个道理, 陛下更明白这个道理。 顾云征, 没了我们楚家,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 你的太子之位还能坐多久。 我爹连夜进宫面圣, 陛下将我许配给了四皇子, 三日后进宫谢恩。 这一事, 楚白莲依然只被许了 做太子侧妃。 但是他很得意, 接到圣旨当晚, 他跑到我房间, 他说, 只要不是你, 谁做皇后都不要紧。 就算我只是侧妃, 将来我也有做皇贵妃的可能。 至于你, 楚麟瑶, 你这辈子就别想了, 以后我们见面, 你只能跪在我跟前, 喊我一声娘娘。 我看着他笑到猙獰的面孔, 只是淡淡地问了句, 为什么? 我与他无冤无仇。 为什么? 他宁可死都不让我好过? 说到这里, 他忽然抬眸对视着我, 像地狱里贪婪的恶鬼。 我跟你都是楚家的女儿, 论出身, 论美貌, 我都不比你差, 凭什么爹爹只看中你, 就因为你是嫡女。 楚麟瑶, 我就要让楚家族亲所有人看着, 你跪在我面前俯首称臣的样子。 谁让我们都是楚家女儿, 而能母仪天下的人只有一个呢? 就算我做不了皇后, 我宁可便宜别人, 有我在一天, 我也不会让你做皇后。 我从没见过这么怨毒的楚白莲, 与我脑海中柔弱胆小的妹妹, 简直判若两人。 我更恼恨自己上一世居然被他这样目光短浅的人算计, 为了你的嫉妒, 你不甘心自己是输出, 却让你腹中的孩子做了输出, 为了你一个人的风头, 你不惜让楚家颜面扫地, 为了你一个人的虔诚, 你不惜赌上当朝太子的虔诚, 伤敌八百, 自损一千, 妹妹, 我该说你聪明, 还是说你傻呢? 不过, 也许上一世输的不是我, 而是输了顾云征的那点廉价的喜欢。 好在这一世, 我不会选择顾云征了。 三日后, 我跟楚白莲同一天入宫面圣谢恩, 因为身份不一样, 楚白莲是太子侧妃, 特意盛装打扮。 坐了家里最豪华的马车, 芸汐看到气得辫子都翘起来了, 小姐, 您是嫡女, 她, 我打断了她的话, 她是太子侧妃, 且让她得意几天吧, 反正也得意不了多久了。 芸汐忽然指着前面马车道, 小姐, 您看, 那不是太子殿下吗? 竟然亲自来接她了。 她入宫面圣, 怎么还带这么多画轴啊? 文言, 我掀开车帘, 贴了一眼, 淡淡道, 可能她以为当今陛下喜欢画轴吧。 我八岁那年, 陛下带着几位皇子, 微服私巡来我家做客。 我曾在父亲书房画的两幅画, 让陛下对我欣赏有加。 一幅是秋收图, 画上硕果累累, 农夫却贫困饥饿。 一幅是朝廷诗周散前图, 排到十里长庭。 陛下问我, 为什么画这样的话? 我当时拽着她的袖子, 在她耳边说, 出身富贵, 当谢天恩父母恩, 一饮一食, 不敢忘农夫薄薄苦。 陛下听后, 龙心大悦, 追问我, 长大想嫁给什么人。 我指着诗周的话说, 我想嫁给让画里的人吃饱饭的人。 也许, 又年两句而话, 让陛下认定我是太子妃人选。 现在, 楚白莲也投其所好, 掀了不少她自己的画轴, 在陛下面前卖弄情操。 楚白莲原想着在陛下面前出一出风头, 效仿我幼年行径, 让陛下对她多一点认可。 可是, 她只顾着出风头, 没有留意到陛下也好, 皇后也罢, 都在生她气。 因为她, 太子意气用事, 毁了一门亲事, 也让陛下看清, 太子难当大任。 尤其是皇后, 顾云征是她的亲儿子, 现在还没坐稳东宫, 被楚白莲这么一搅和, 又为她未来道路, 添了许多未知之术。 所以, 当楚白莲捧着画跪在地上说, 小女近日在家画了几幅画, 想献给陛下和皇后娘娘, 陛下与皇后都没有理会。 陛下一如既往地关心我, 先问我最近看了什么书, 民间有什么好玩的事, 她听得满意, 赏赐了我不少珠宝首饰, 典藏书籍, 然后接着跟父亲唠家常。 全程, 陛下和皇后都没提楚白莲一个字, 明明是侧妃, 好像是个侍妾一样, 跪在旁边无人问津。 皇后甚至担心顾云征太子之位坐不稳, 顺便当着陛下的面迫不及待地 又给顾云征指了一门婚事。 礼部侍郎家嫡女, 姚清清, 做太子正妃。 陛下几乎想都没想, 直接同意了。 楚白莲刚才说, 她画了几幅画, 想献给陛下, 现在, 她还捧着画跪在地上, 她脸红得几乎可以渗出血。 原想着, 楚白莲已经够没脸, 结果当陛下亲自赐婚, 我们所有人起身谢恩的时候, 顾云征殷勤地将姚清清姑娘搀扶了起来, 全程眉感正眼瞧楚白莲一眼。 我猜, 顾云征退婚那日被陛下骂得不轻, 威胁到他太子地位的时候, 知道学乖了。 我看戏看得正起劲, 起身时, 一只有力的大手将我扶了起来。 他的手很白, 很修长, 我抬头发现是四皇子顾云征。 陛下满意地看着我们, 笑道, 云征平日里看着冷冷清清, 他对林瑶倒是好, 看来朕这次赐婚赐对了。 然而, 只有我自己知道, 自己手抖得多厉害。 顾云征折磨我的日夜历历在目, 我现在对男人感到畏惧又抗拒。 可是爹说得对, 摔腾一次不可怕, 重要的是自己振作起来。 皇后皮笑肉不笑地在旁边附和。 是啊, 想不到四皇子是个会腾人的, 不像云征心思都用在前朝上。 听闻昨夜有刺客劫狱, 云征为了让陛下高枕无忧, 连夜不眠不休抓到了刺客, 还为了这事奔波了一早上呢。 陛下满意地看着顾云征, 这还差不多, 总算像个太子。 皇后成功转移了陛下的注意力, 接着对顾云征道, 知道你想为父分忧, 可也要留点时间为自己终身大事上心, 你今天就留在凤仪宫, 跟姚姑娘说会儿话。 顾云征刚要答应, 我忽然开口打断道, 陛下, 皇后娘娘误会了, 昨夜太子在尚书府陪妹妹, 抓到刺客的人是四皇子。 皇后不满地看着我, 你一个规格小姐,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你怎么知道抓到刺客的就是四皇子? 我面对陛下与皇后的审视, 小心翼翼道, 陛下, 四皇子的手臂受伤了, 都流血了。 陛下身边的贴身太监也道, 是啊, 四皇子连夜审问刺客, 早上又赶着进宫谢恩, 到现在还没休息呢。 陛下朝顾云征问, 朕早上不是让你审问刺客吗? 你在哪里? 顾云征下得赶紧跪在地上, 儿臣去接白莲姑娘进宫。 混账, 陛下气得顿时把茶杯摔到她身上, 见了楚白莲一身。 他们俩人并行跪着低着头, 楚白莲全程就说了一句话, 因为这点小插曲, 又被皇后记恨了一次。 出宫的时间到了, 我跟楚白莲准备上马车时, 四皇子身边的小丝追了上来, 楚姑娘, 我们四皇子有公务在身, 不能亲自送您回府上。 四皇子说, 路上颠簸, 让您乘坐他的马车回去, 有这些侍卫护送您回去, 也安全些。 四皇子的事好, 我欣然接受, 带我谢谢你们家四皇子。 上马车前, 我将自己的手帕递给了他, 你们家主子手臂受伤了, 记得让他包扎下。 楚白莲全程在旁边看着, 美好气地对丫鬟问, 太子殿下呢? 皇后娘娘把太子留在了凤仪宫, 正在陪瑶姑娘。 她没再说话, 一个人气愤递上了马车。 晚饭的时候, 我爹跟我娘说, 陛下只给了一个月时间筹备婚礼, 我们家两个女儿出嫁, 得提前准备起来, 别回头忙不过来。 我娘刚说一声, 知道了, 楚白莲马上搬出君臣一套说辞, 又搬出她肚子里有皇家子嗣, 对我娘说, 君臣有别, 母亲先准备我的吧, 姐姐不过嫁给一个皇子, 应付下即可, 可太子终归是太子, 即便我是侧妃, 我父中总归是皇家子嗣, 总不能让陛下觉得 我们家对皇室不尊敬吧。 我娘朝楚白莲翻了个白眼, 想必已经知道 楚白莲今日面圣的事, 懒得搭理她。 别说, 太子也是皇子, 皇子终归是皇子, 自然都不能让别人挑出礼, 妻妾有别, 难道我楚家明媒正娶的女儿 敷衍着不管不问, 反而全家去张罗着给人作妾, 是什么光彩的事吗? 楚白莲白天在狱前瘦了白眼, 晚上眼泪不要前世地往下掉, 朝我爹道, 爹爹偏心姐姐也要有个度, 即便我不被陛下喜欢, 也不被皇后娘娘看中, 可那又如何? 嫁给太子的人终归是我, 等我生出太子的长子, 他们会接受我的, 爹爹虽看中姐姐, 可楚家以后的前程, 难道就不指望我帮衬吗? 我娘美好气道, 你把楚家的脸都丢尽了, 还指望你, 正说着, 皇后娘娘派人来, 说是要接楚白莲去太子府, 楚白莲不禁问, 我是太子的侧妃, 难道不应该择日迎娶过去吗? 怎么会半夜接人? 谁知, 嬷嬷开口就道, 姑娘带着肚子, 难道还要尽人接知吗? 可我是被陛下指婚, 嬷嬷打断了她, 接着说, 姑娘虽是陛下亲指的太子府侧妃, 可正妃大婚在即, 你还想跟正妃一起进门不成, 现在不接姑娘进太子府, 到时候拖得时间越长, 姑娘肚子越大, 你们楚家倒没什么, 可皇家颜面还要不要了, 来人, 带走, 话音刚落, 几个嬷嬷跟侍女冲上去, 就要压着楚白莲离开, 我心里不禁对这嬷嬷竖起大拇指, 这要是楚白莲在头湖自杀, 就跟我们楚家没关系了, 不知道楚白莲给顾云征上了什么眼药, 她进了太子府后, 顾云征当晚去宫里跟皇后置气, 此时宫里宫外转得沸沸扬扬, 太子大婚在即, 却把皇后气得头风发作, 听说连陛下都惊动了, 陛下扬言, 太子如果再闹, 就让楚白莲做侍妾, 太子府这才安分了许多, 礼部择了良辰吉日, 太子大婚在九月十五, 我跟四皇子大婚在九月二十六, 我爹身为朝臣, 理应前去祝贺, 我与四皇子有婚约在身, 姚清清是我未来的轴礼, 自然也要去, 所以在太子顾云征 与太子妃姚清清的大婚上, 我亲眼见证了顾云征, 也给楚白莲置办了一身行头, 楚白莲盖着红盖头, 服饰规格跟太子妃不相上下, 太子大婚, 不是儿戏, 一切都得遵从规矩来, 这种公然在天子眼皮子底下, 任意妄为的行径, 众人不禁替太子倒吸了口凉气, 陛下震惊了, 皇后也愣住了, 顾云征的这种做法, 已经不是在打理部侍郎 与太子妃的脸, 这是在陛下与皇后面前, 把李布侍郎跟太子妃的脸, 按在地上摩擦, 然后再狠狠用脚踩, 众人不禁议论纷纷, 这太子与太子妃的大婚, 这太子妃怎么有两个人, 两个都是太子妃, 这以后尊卑怎么划分呢? 姚青青盖着红盖头, 看不清喜怒, 李布侍郎当时就没了好脸色, 陛下也气得直接甩袖回宫, 皇后忍着头风发作, 勉强主持大局, 她接受众人跪拜时, 朝我爹质问, 尚书大人就是这样教女儿的吗? 我爹也回了句, 君臣有别, 侧妃既嫁给太子, 便不再是楚家女儿, 这话别人听不明白, 皇后明白得很, 她知道, 我父亲不会再支持她儿子, 这一次太子大婚, 也得罪了李布侍郎, 皇后怕顾云征没人支持, 东宫地位不稳, 又把兵部, 护布侍郎家的庶女, 还有能在朝堂说几句话的官员家庶女, 都招来给她做了侧妃, 至少六七位侧妃, 顾云征还没跟楚白莲亲热几天, 便要开始忙着夜夜做新郎, 这些日子, 顾云征在朝堂也是炙手可热, 风光无限, 好似已经完全坐稳东宫, 然而, 我知道, 顾云征知道, 爹爹也知道, 这都是表象, 陛下对这对母子已经快忍无可忍了, 不过, 我佩服顾云征的是, 她万花丛中过, 心里只有楚白莲, 外面传言说, 顾云征大婚之夜都是在陪楚白莲, 顾云征为了逃楚白莲欢心, 想尽办法找来了奇珍异寿, 哄她开心, 楚白莲还特地举办宴席, 邀请汴京贵妇一同观赏, 这俩人已经完全不顾李布侍郎 跟太子妃摇轻轻的脸面, 楚白莲的贴身丫鬟还当着众人的面 洋洋得意地说, 太子殿下说了, 虽不能给我们姑娘太子妃之位, 但会给我们姑娘天下最好的, 让我们姑娘绝不低人一头受委屈, 女眷们都知道楚白莲是太子心肩上的人, 一时间, 无论是贵妇还是太子府仆人, 都对她恭敬有加, 风头完全盖过了太子妃姚清清, 外面的人都在羡慕, 太子与侧妃秦色和名, 几乎所有人都快忘了正妃是谁, 就在楚白莲在太子后宅呼风唤雨, 独孤求拜时, 我的婚期也到了, 姚清清身为太子妃, 自然也要与顾云征一起参加我的大婚典礼, 我梳妆时, 姚清清满眼羡慕地对我说, 楚姑娘真是好福气, 连老天都在帮姑娘密得家序, 当初我还好奇, 姑娘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太子妃不坐, 反而坐似皇子正妃, 不过现在的我, 比谁都明白了。 我握着姚清清的手, 对她道, 听我一句, 对付她, 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之认知。 姚清清是个聪明人, 她暗淡的眼睛又重新亮了起来, 我知道她听懂了。 我和顾云廷大婚, 楚白莲是侧妃, 本不应该来, 但她是我庶妹, 顾云征带着她一起出席。 大家都知道顾云征有多重楚白莲, 纷纷敬酒。 而姚清清这次坐在角落, 把这风光给足了楚白莲。 现在顾云征在前朝意气风发, 自然少不了人奉承, 众人你一杯我一杯敬酒, 没一会儿就把顾云征灌醉了。 我跟顾云廷事先安排好了宴席, 周围坐满了阎官, 早就看不顺眼顾云征宠妾灭妻。 顾云征喝醉后, 直接扬眼, 等阵登基后, 在场每个人都给加封。 没办法, 谁让皇后娘娘看不起阎官, 都找得大臣家的庶女 给太子做侧妃。 不然的话, 这话还真传不到陛下耳朵里。 我在洞房里面饿得不行, 刚要拿出芸汐偷偷塞给我的糕点垫吧垫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 红盖头下突然多出了一双脚。 我顿时吓了一跳, 把糕点都掉在了地上。 头顶传来男子冰冷的嗓音, 你在做什么? 我知道是顾云廷后, 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直到她帮我掀起盖头, 我赶紧把嘴里的吃食咽了下去, 抬头对着她冷峻的面孔, 抱怨道, 似皇子走路都没有声音, 是故意吓唬我。 我跟她虽上一世就相识, 可我并不了解她。 我印象里, 每次我和顾云征进宫面上, 她都是远远地看着我。 我们对视过无数次, 却从未说过话。 我从小怕冷峻严肃的人, 她给我的感觉很难相处, 所以每次对她避之远之。 我从未想过, 有一天她会以我夫君的身份, 坐在我身边调侃道, 谁让你每次看到我就抖得不行, 不吓唬你, 吓唬谁呀。 我顿时又气又恼, 但无形之间与她的距离感, 拉近了不少。 她对我敬重有加, 哄我跟她喝了交杯酒。 她会用我给她包扎手臂的手帕, 擦拭嘴上的食物残渣。 她会考虑我的感受, 安慰我, 不让我害怕。 我才缓过神, 原来洞房花烛, 也可以这么温馨, 不是细碎地折磨。 夜深人静, 她在耳边道, 你放心, 我会是那个 让画中农夫吃饱饭的人。 我惊讶地看着她, 那是我八岁那年说的话, 原来她一直记得, 还记了这么久。 我跟顾云婷成婚第二日, 陛下以顾云婷苛戴发妻, 忤逆不孝为由。 欲费顾云婷太子之位, 遭到群臣反对, 除了我爹。 顾云婷越发意识到 朝臣支持的重要性, 不再独宠楚白脸, 开始笼络他的后宅。 姚清清对顾云婷早已死心, 索性自己在屋里陈设佛堂, 远离争宠是非。 前段时间, 因为废太子的事, 陛下大病了一场, 身体日渐虚弱, 已经渐渐力不从心。 他按照组织, 让顾云婷带众臣 去祭奠大洲死去将士, 仪式还没开始, 却传来楚白脸小产的消息。 顾云婷不顾众臣劝说, 执意回了太子府, 把仪式晾在了一旁。 有一个忠臣, 他女儿也是顾云征侧妃, 他貌似抱着顾云征大腿, 不让他离开, 结果被顾云征一箭穿喉, 没人敢再吭声了。 顾云征不惜得罪群臣, 不顾祭奠典礼, 回到太子府不久, 就连夜进了宫, 不是请罪, 而是要请旨费了太子妃姚卿轻, 让楚白脸做太子妃, 皇后气得大病一场。 此事已经传到了陛下耳中, 她对顾云征已经忍无可忍。 我爹去太子府之前, 跟我说楚白脸毕竟是楚家的女儿, 让我跟她一起去看看她。 我看着时机也差不多了, 让人给姚卿卿带了话, 让她提前做好准备。 顾云征带着我跟我爹去后宅 看望楚白脸时, 正赶上了一出好戏, 姚卿卿再跟楚白脸正面交锋。 姚卿卿, 妹妹自己喝了堕胎药。 诬陷我这招虽然高明, 不过, 陛下没有同意废掉太子妃, 有我在一日, 你依然只能是妾室, 你牺牲了你的孩子都没扳倒我, 真替你不值呢。 楚白脸掐着姚卿卿脖子道, 你痴斋念佛装了这么久, 终于露出本来面目了。 嗯, 太子妃, 你也配。 姚卿卿日子还长, 我们走着瞧。 你放心, 有我在一天, 这位置你坐不了多久。 瞧什么? 你什么时候怀孕, 再喝一次堕胎药吗? 楚白脸不甘示弱, 我实话告诉你, 这个孩子根本不是太子的, 没了这个野种, 我还少了后患, 我根本不心疼, 本来想用这个孩子绊倒我姐姐, 只是没想到便宜了你。 姚卿卿震惊道, 都说你是因为怀了太子殿下的孩子, 才被封为侧妃的, 莫非你。 楚白脸咄咄逼人凑近姚卿卿, 挑衅道, 没错, 我是想抢了我姐姐太子妃的位置, 可我若是只顾着跟太子苟且, 到时候她翻脸不认人怎么办? 我当然想办法怀上她的孩子了,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去她面前揭发我, 在她面前说, 我怀的根本不是太子的孩子, 让她原谅你, 那你就去啊, 看她相信你还是相信我。 那一刻, 我发现顾云征的脸色很精彩, 震惊, 愤怒, 失望, 欺骗, 走马灯一样, 在她脸上演了一遍, 最后, 她无力地瘫坐在了地上, 处大人。 姑终于知道, 你当初为何执意不肯同意这门亲事了, 她惊讶自己最宠的女人, 简直不是人, 她恼怒自己被这样的女人耍得团团转, 她跟我爹道歉, 可是再道歉有什么用呢? 一切都晚了, 我爹拿着废除太子的圣旨。 我爹宣读圣旨时, 声音很大, 吓得楚白莲在旁边说不出话来。 大概她也没想到, 这时候顾云征, 我爹, 我会来看望她。 好半天, 她才缓过神来, 她已经丝毫不畏惧废太子, 冲上去威胁我跟爹爹, 楚麟瑶, 你是不是很得意? 你又要成为太子妃了, 不过, 你们别得意太早, 我犯的可是灭九族的大罪, 你们都别想独善其身。 我爹还未开口, 顾云征直接将楚白莲踢进了湖水, 她正在坐小月子, 受不得寒凉, 很快就没气息了。 大人, 今天的事不会有人知道。 姚轻轻吓得捂住了嘴, 慌忙跪在地上。 顾云征接着道, 大人, 只要你肯帮辜负太子之位, 估登基后封你为宰相。 我爹拍了拍她肩膀, 叹息道, 殿下, 目已成舟, 已经晚了。 我全程都在留意顾云征的神色, 她眼底是疯狂根不甘, 最后一头扎进湖水, 将楚白莲捞了出来, 疯狂地踢踩。 我爹对楚白莲失望至极, 负气离开。 一个月后, 顾云征联和皇后母族的人谋反。 不过这一天, 我等太久了。 我提前让顾云廷在宫外埋伏, 就这样顾云征又多了一个谋逆罪。 我知道顾云征死期到了, 可我不想让他死在别人手里。 我穿着将士的衣服, 在城楼上瞄准顾云征射箭, 顾云征被一箭穿心。 我正沉浸在复仇的快意中, 顾云廷忽然抱住了我, 怎么是你? 这里危险, 谁让你来的? 电光石火之间, 我看到了顾云征怨毒的眼神, 趁他拉弓, 推开了顾云廷, 帮他挡住顾云征射来的箭。 我捂着胸口的伤, 高兴地说, 我刚才对天许了个愿, 如果我能一箭射中他, 你就可以顺利登机, 你看, 他摔下马了。 我看着他为我焦急的神色, 伸手摸到了他冰冷的脸旁, 其实我知道我不会死, 不知道这道剑伤, 能不能成为我日后的护身符。 其实, 就在刚才, 我在心里安慰自己。 没关系, 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 我本来就是来看顾云征死的。 楚白莲跟顾云征死了, 我父亲母亲活着, 登机的人不是顾云征, 顾云廷会是个好皇帝, 这样的结果, 已经很满意。 顾云廷抱着我离开了城楼, 我拦住了他, 不行, 你和他不一样, 你留下来善后, 你派人送我回去就行, 我不允许你, 因为我耽误自己的事, 我想做扶持你的人, 不想做毁了你的人。 他抱着我很紧, 故意用轻松的语气, 对我哄道, 阿瑶, 你看, 太子的叛军被俘获了。 我睁眼, 看着地上燃烧的旗帜, 顾云征的尸体, 是啊, 顾云征再也翻不了身了。 顾云廷让人请了御医, 太医说, 顾云征这支箭力度不大, 幸好没有伤及心脏, 我捡回了一条命。 顾云廷闻言, 松了口气。 后来, 太医又说, 我已经有了身孕两个月, 顾云廷气得好几天没理我。 两个月后, 陛下病逝, 顾云廷登基。 按照律法, 顾云征是谋逆大罪, 皇后母族的人也要问斩。 顾云廷宽恕了顾云征府上的姚清清和其他几位庶女。 皇后本想拉拢朝臣, 为她儿子出谋划策。 没想到, 最后这些朝臣反而更加忠于顾云廷。 一年后, 我生出了一个皇子。 顾云廷封他为太子, 以以由储君为由, 不在那非。 大洲历代皇帝 亦夫亦妻也不少, 群臣也不好再说什么。 我不止一次问过顾云廷,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顾云廷有一天, 忽然对我神秘道, 阿瑶, 你可相信, 也许我们现在的生活, 是朕再世重生。 我呼吸一致, 震惊地看着他, 只听见他接着道, 前世, 朕虽然做了九五之尊, 可是心中遗憾未平, 也许。 上天是在圆阵一个梦吧, 这梦来之不易, 朕自然对你真知爱之。 原来, 他也重生了呀。 爱了他十年, 十六岁, 他却让我替白月光去大漠和亲, 后来他毁了。 我垂眸看着躺在白玉床上的男人, 男人的面容有着不同于中原人的俊朗, 此刻躺在白玉床上, 紧闭着双眼, 了无生机。 他就是我的夫君, 阿木尔。 一年前他为了救我, 摔下了悬崖, 至今都昏迷不醒。 郑安缓缓地向我走来, 叹了一口气, 拱着腰劝我。 公主, 皇上这次是真心想接您回去, 甚至不惜兵戎相见, 您就跟我们回去吧。 我只盯着床上紧闭着双眼的阿木尔, 未曾转眼看他, 你们回去吧, 我要留在这里。 郑安吉的头上冒汗, 这已经是他不知多少次来求我了, 可得到的答案无非就是, 我不同意, 要留在这里。 你守着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来的人, 值得吗? 他看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男人。 我的目光停在阿木尔苍白的嘴唇上, 轻声道, 值得。 郑安被我气得没了动静, 我转头看向他, 你去和他说吧, 告诉他这是我的意思。 郑安无法, 叹了口气, 只得回去禀报。 我透过窗看向大旗的方向, 那是生我的地方, 但那里有很多人的血, 娘亲的, 爹地的, 阿兄的, 多的我都有些记不清了, 所以我是不会回去的。 外面暮色茫茫, 我依旧是这么坐着, 肚子早已鸡肠碌碌, 可我知道我不能退缩。 门外忽然传来, 刀剑碰撞在一起的摩擦声, 我下意识转过头, 只对上了一双漆黑的毛子, 要留在这儿, 来人的声音淡漠如水。 我低下头, 淡淡回答, 是, 那你就继续饿着。 说完他就大步离开, 身影融进了夜色里。 我知他此刻一定很忙, 大漠的都城被迫, 他还有很多后事要料理, 根本没时间与我周旋。 如今, 这里的前前后后早就换了人。 我听到他们说, 阿木尔不会再醒了, 可我不信, 我不信他就这么死了。 他那么爱我, 一定不忍心就这样死了, 把这剩下的烂摊子都丢给我。 我要留在这里, 等他醒过来, 夺回大漠。 夜色已深, 我靠在榻上, 因为饥饿, 以至于我并无睡意。 参加康和郡主, 外面传来是位行李下跪的声音。 我抬眼向门外看去, 自门外走进来一位身穿红衣滑服的女人, 身上的朱翠随着她的步子一摇一晃。 和我素衣素发的样子截然不同, 我心思白转, 面上却不动声色。 康和参见公主, 她只是朝我微微取了屈身子, 我把她的小动作看在眼里, 却不语。 公主, 您还在怪我。 她一脸委屈, 用那双湿漉漉的眼神望着我。 怪你, 我为何怪你? 我抬眼望着她, 嘴角勾起一抹冷衣。 她的面色不变, 仿佛没有看到我脸上的嘲讽。 当然是您当初替我和亲这件事。 我的脸色依旧是没什么变化, 眼中却生起一丝暖意。 说起这件事, 我还要感谢你 为我找了个这么好的夫君。 我侧头看向阿木尔躺着的方向, 可她以为我如今只不过是强撑, 贴了一眼我看的方向, 便笑着向我开口。 公主, 现在没有外人, 您不必故作镇定, 说这些谎话来搪塞我。 陛下来接您, 您一定高兴坏了吧? 我冷冷地看着她, 嘲讽道, 别以为我是你, 见到她都要摇尾巴。 苏婉柔却以为我默认了她的说法, 脸色有一瞬间的扭曲。 她笑着撑在我的踏前, 公主, 你不会以为陛下是真的想接你回去吧? 不过是为了皇家的脸面而已。 我现在还记得陛下提起你时那厌恶的神情。 她还像以前那样, 用这样的把戏来激怒我。 但她错了。 我在大漠三年了, 早就不是那个被她三言两语就能激怒的小姑娘了。 我抬眸淡淡地看着她, 抚上她额角华丽的朱翠。 苏婉柔, 你怎么还是和以前一样? 过了三年, 都没什么没长进。 如今, 我们的身份仿佛调换过来, 我的一句话就让她平静的面容彻底扭曲。 她死死地抓着我的手。 秦楚歌, 你还在强撑着什么? 你有哪点可以和我相比的? 满门被图, 替我和亲, 如今就连丈夫也半死不活。 可我依旧不恼, 我确实不像你那般快活, 但我起码活得比你清醒, 过了那么多年, 你还是没有看清她的本性。 苏婉柔狠狠地盯着我, 秦楚歌, 早晚有一天你, 就会知道你有多么愚蠢。 说完之后, 见我根本不理会她, 只得死死地瞪了我一眼, 转身离去。 一日一早, 我便被照到前殿, 看着那个符案书写的男人, 我脸下复杂的神情, 跪下给他行礼。 陛下召见楚歌有何事? 闻眼, 他拿着笔的手一顿, 并没有让我起身, 而是淡淡开口。 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 我说, 我要留在大漠, 等着阿木儿醒来。 他扯了扯唇, 嘲讽一笑, 你真是咱们大旗的好公主。 皇上, 我看着她, 轻声说道, 早在三年前, 我嫁到大漠, 就已经成了 这大漠王的王妃了, 早已不是什么 大旗的公主了。 你再说一遍, 她把笔静直向我甩来, 随后跨不到我面前, 用她那双漆黑的毛子 死死地盯着我。 我说, 我早已经是 阿木儿的王妃了, 从你下定决心 让我替苏婉柔 嫁到大漠的时候。 我听见了自己 不疾不虚的声音, 她看着我, 沉默半上, 随后声音低雅地开口。 跟我回去, 大旗才是你的家, 从前那些事, 我都不会再计较。 不会再计较, 如何不再计较? 我用那双通红的毛子 盯着她。 你对我做的一切, 我确实可以无所谓, 那我死去的父母呢? 我死去的哥哥们呢? 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 她就站在那里, 无声地张了张唇, 却只说出一句, 抱歉。 我知道我戳中了她的痛点, 于是冷冷一笑, 把头磕在冰冷的瓷砖上。 陛下, 事到如今, 我可以什么都不想了, 只要您让我留在这里 守着阿木耳就好。 她仿佛听到了什么 不敢置信的话, 冲上来红着眼眶, 掐住我的喉咙。 你就这么喜欢她, 喜欢到就连她现在是如今 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也无所谓。 就是这么喜欢她, 就连她现在这副样子 也无所谓。 对, 我就是这么喜欢。 就算她醒不来了, 也无所谓, 我要守着她一辈子, 再不改嫁。 我当年满门被图, 又被迫和亲, 这让年仅16岁的我 惶恐不安。 那段时间, 我不曾出过宫, 也不曾看过外面的风景。 来到大漠, 才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依稀记得 和亲队伍到达大漠都城时, 我身着一身喜福 坐在车子上。 隐约间能听见外面的吵闹, 还有少年爽朗肆意的笑声。 你们小声点, 别吓到我的王妃。 王上, 您的王妃终于取到了。 我们, 这是替您高兴啊。 是啊, 快让我们看看, 这中原来的王妃 漂亮不漂亮。 听见这些声音, 我有些无措。 少年仿佛知我所想, 笑骂道, 本王的王妃 只能让本王一人看, 都给本王滚开。 随后, 帘子便被拉开了一脚。 她那双如星辰般的毛子 便映入我的眼中。 似乎没想到 我已经把红盖头摘了, 她愣在了原地, 脸突然胀红起来, 只傻傻地盯着我看。 我被她直勾勾的眼神吓到了, 连忙转过头看向别处。 看到我慌张转头的动作, 她终于回过神来, 咳了两声, 把手递给我说, 你别怕, 从今以后, 我便是你的夫君了, 你就是我的王妃。 她这样轻柔的神情, 我也曾在齐怀进的脸上看到过, 可惜不是对我。 当时大漠请求与大齐和亲时, 原本应该出嫁的 应是苏婉柔, 但最后却是我被送上了花轿,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疯了一般冲到她面前, 想要质问她为什么, 可我看到的 便是她对苏婉柔露出这样的神情。 看到我出现后, 她的神色竟出现了几分不自然。 我指着苏婉柔, 你是要我替她去和亲? 我听见我的声音都因为愤怒而有几分颤抖。 我期望着能从她的嘴里听到些什么别的回答, 可她只是沉默了一瞬, 便开口说, 我的泪水悄然落下, 眼前一阵眩晕, 还有那句挥之不去的事, 我崩溃了, 像疯了一样对她大吼。 其怀进, 你竟如此厌恶我, 竟然让我替你的苏婉柔去和亲, 你就如此厌恶我对你的喜欢吗? 她听了我的话, 勃然大怒, 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放肆, 那一刻, 我什么都听不到了, 倒在冰冷的地砖上, 余光只瞥到苏婉柔嘴角冰冷地笑。 那刻, 我的心彻底死了, 我觉得我这十年来对她的喜欢不过就是一场笑话。 这场下了十年的棋, 我最后满盘皆输, 苏婉柔却赢了。 想到那个冰冷的眼神, 还有其怀进厌恶的表情, 思绪骤然回笼, 我低声答道, 我不喜欢她, 其怀进闻眼, 神情放松下来, 刚才怒火也已消失不见, 因为我不只是喜欢她, 我还爱她, 是, 我爱阿木耳。 也许我早就爱上阿木耳了, 只是一直不愿意承认罢了。 听到自己说的这个答案, 我彻底松了口气, 口仿佛有一块大石头, 终于悄然落地。 其怀进似乎被我这句话给刺激到了, 她的神情音质, 说出的话也冷若冰霜。 秦楚歌, 你说你爱她, 可你先前也曾说过喜欢我, 这些你都忘了吗? 难道你的喜欢就这么廉价?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她这个样子, 我的心里经不起一丝波澜。 我为什么要喜欢一个厌恶我的人? 我反问, 她似乎想要为自己辩解, 可我根本没有给她机会。 喜欢不是爱, 我可以喜欢很多人, 但是我只会爱她一个。 其怀进的身体忽然亮腔了一下, 险些摔倒。 她用那双发红的眼眶, 一顺不顺地盯着我。 好好好, 好。 我倒是要看看, 她要是死了, 你如何爱她? 我的心猛然被攥住了, 猛地抬眸看向她。 其怀进, 你到底要做什么? 非要我去死你才安心吗? 她转身的身影一致, 随后便大步离开, 徒留我一人在原地。 自那之后, 我便被她软禁起来, 再也无法守着阿木尔。 她下令不准许任何人出入我的房间。 屋子里也只留下我一个人, 除了心中有着对阿木尔的担忧。 我也的确乐得清闲。 临近傍晚, 那个熟悉又沉重的脚步声 在我身后响起。 她把饭摆在桌上, 轻声对我说, 阿哥, 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烤乳鸽, 快来尝尝。 我依旧看着窗外, 不做理会。 她端着一碗汤, 走到我的面前。 许是觉得觉得烫, 又吹了吹, 随后把勺子递到我的嘴边。 阿哥, 你就算是跟我闹脾气, 也不能不吃东西。 我感受到唇上的温热, 侧头躲开了。 你让我见见阿木尔, 我盯着她。 她听到我的话, 手上拿着的碗一抖, 险些洒了出来。 随后却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又重新把勺子递到我的嘴边。 阿哥, 乖, 张嘴, 快吃一口。 我冷冷地盯着她, 又重复了一句。 我说, 我要见阿木尔。 她听到这句话, 终于再也忍不住, 站起身, 静止把碗摔到地上。 阿木尔, 阿木尔, 你除了她, 还会想什么? 我垂眸看向地上碎得四分五裂的碗, 不明白她这又是哪里来的脾气。 对, 我的心里只有阿木尔, 她就是我的命。 她的眼眶通红, 右手紧紧箍着我的下颌, 迫使我只能抬头望着她。 她很用力, 手上的力道仿佛要把我撕碎。 你的命? 我倒是要看看, 你的命能不能活过今天? 话音落下。 她捏着我的下巴狠狠一扭, 我顾不得疼痛, 爬起来看着她。 你什么意思? 她不语, 只那么死死地盯着我。 我来不及细想, 立马站起来, 抓住她的肩膀, 食指深深地陷入她单薄的衣裳里。 你说呀, 你要对她做什么? 你说呀。 她像是根本感觉不到疼痛一般, 眉头都没皱一下, 可眼底却压抑着害人的风暴。 过了半晌, 她轻声一笑, 可笑语却不达眼底, 言语里都透着威胁。 阿木尔的命握在你手上, 想要她活着, 你就乖乖地好好听话。 我没有来得及思考, 就点了点头。 事到如今, 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看到我点头, 她并没有笑, 反而露出了一种 类似于痛苦的表情。 我不懂, 更不想懂。 她走到桌边, 又拿了一碗粥, 放到我的嘴边。 那就乖乖听话, 喝了这一碗粥。 我抬眸看着她, 仅此而已吗? 我不信她 只有这一个简单的要求。 果然, 她下一秒就摇了摇头。 你要和我回大棋, 我就能保证不动她。 我的心下一沉, 面上却不动声色。 你说不动就不动, 我凭什么信你? 是的, 我根本信不过她。 她也不恼, 看样子似乎笃定了 我会答应她, 反而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那你说怎么办? 我心思一转, 把阿木尔也带回大棋, 并且让我每天见她一面。 不然我绝不答应。 闻言, 她的青筋直跳, 像是在极力隐忍着什么。 我以为她又要发作, 可是这次, 并没有。 过了半晌, 她终是点了点头。 这一夜, 我睡得并不安稳。 朦胧间, 我又回到了和阿木尔新婚的时候。 我坐在红床上, 盖着红盖头, 听着外面功愁交错的声音, 心中有几分无措。 门被人从外面打开, 我色索了一下, 听着那脚步声有远极近, 我低头看到了一双精致的红鞋。 阿木尔轻轻挑起红盖头, 对上了我的眼。 他一动不动, 就只是愣愣地看着。 如同在城外那时一样, 他的脸颊上戴着一抹红, 不知是醉的还是羞的。 我率先打破了平静, 抬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还没看够吗? 他回过神来, 似乎有些羞恼。 公主, 我们先喝合锦酒吧。 他强压住内心的不安, 倾咳了一声, 把酒递给了我。 我接过时, 都能感受到一阵忏意, 连带着我的手, 也一同发起忏来。 我没忍住, 扑哧笑了一声。 他看我笑了, 随后也跟着笑起来。 我们两人之间的陌生感 油然而散。 酒后, 房间里那股晕人的味道 更渗了。 我整个人都热了起来。 他有些冰凉的手 捧住我的脸, 先是在我额前落下, 轻轻一吻。 随后, 我看到他的眼神 迅速火热起来, 他轻声问我, 可以吗? 我感受到一阵热议直冲脑海, 只呆愣愣地点了点头。 得到我的许诺, 他再也忍不住, 朝我深深吻下。 攀到云颠时, 他轻轻在我颈尖一吻, 那双有黑的眸子 深深地看向我, 像是要把我刻进骨子里。 我爱你, 我爱你, 自我第一眼见你而起。 我的心一阵悠荡, 像是被什么敲开了墙角。 也许在那时我就爱上了他, 但我却不自知。 我抬手想要抱住他, 告诉他我对他的爱意, 却抱了个空。 下一秒, 我就看到他躺在那张白玉床上, 被人横腰截断, 一地鲜血。 我牙刺欲裂, 不, 阿木耳。 我恍然间坐起,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额头处已经冒出细汗。 恰巧此刻, 听到门外传出一阵吵闹,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我披了一件衣服, 就快步走到了门外, 竟然是阿善的丫鬟。 阿善是阿木耳的幼弟, 名叫阿木善。 今年不过十岁的年纪, 要不然也不会看着其怀进 就这么踏平大漠。 阿善为人伶俐乖巧, 深得阿木耳的疼爱。 自我嫁到这边来, 鲜少有人能陪我说话, 可他每日下学都会来陪我, 也不嫌我无趣。 一陪就是一整天。 嫂嫂, 你一个人太孤独了, 哥哥太忙, 那我就替哥哥陪你。 嫂嫂记住, 只要阿善一有时间, 一定会来陪你。 儿童稚嫩的话语游在耳侧, 我恍然地回过神。 质指道, 阿善, 怎么了? 他见到是我, 连忙跪在地上, 语气带着交集。 王妃, 二皇子, 他, 他现在, 在城楼前, 其王要杀他。 你快去救救他。 我的心陡然一惊, 直直地往下沉。 我疯了一样, 跑到城门前, 就看到他被绑在木桩上。 旁边就是拿着弯刀的壮汉, 我顾步地细想, 迅速爬上城楼。 期间, 韩音太过着急而摔了一跤, 手掌被蹭出了血。 但我早已无暇顾及。 我冲上去, 迅速跑到阿善面前, 张开双臂, 冲着齐怀进大吼道。 你要做什么? 我不允许你伤害他。 阿木善看到我后, 毛子里先是闪过惊喜, 随后又迅速湮灭。 他压抑着声音, 嫂嫂你快走, 不要管我。 我回头看到他身上的伤痕, 眼里闪过一抹痛色。 阿善, 嫂嫂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我转头冷冷地 看向齐怀进。 给我放了他。 齐怀进也同样冷冷地盯着我。 凭什么? 如今大漠已被灭, 早就成了齐国的地盘, 他该死。 那你就先杀了我好了。 我也是大漠的人, 也同样该死。 我趁着旁边的侍卫一个没注意, 立刻抽出了他的剑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齐怀进下意识上前一步。 我滴喝一声, 你别过来, 你放了他, 不然我就死在这里。 我身后的阿木扇一阵低吼, 像是小兽的哀嚎。 我很下心不去理会, 只冷冷地看着他, 又把剑往脖子上抵了抵, 直到传来一阵刺痛。 他的瞳孔剧烈一缩, 立马颤声答道, 好, 好, 我答应你。 阿哥, 你快把剑放下。 我把剑又往上抵了抵。 我要阿善和阿木扇一起跟我回大旗, 不然我不放心。 忽然想到什么, 我嘲讽道, 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 没人会夺你的拳。 他站在那里不动了, 似是在思考, 半晌后才轻声答道, 好, 但你明天就必须和我回大旗。 我把剑拿在手上, 回头抱住了阿善, 扭头间却看到了苏婉柔那张扭曲的脸。 我心知这里一定有他的手笔, 但此刻并不是报复他的好时机。 果然, 一日一早, 齐怀静就启程带着我们回了大旗。 长途跋涉半夜有余, 才回到了这个充满鲜血的地方。 这里勾不起我一丝一毫的美好回忆。 与我而言, 全是痛苦, 我讨厌这个地方。 我转身看向齐怀静, 带我去见阿木尔和阿善。 他原本带着笑意的脸一顿, 公主舟车劳顿, 送他回去休息, 说完就要命人把我往外拖。 我并不意外, 早就知会如此。 我回头看着他, 如果你还想要苏宛柔的命, 那就让我去见他们。 他的神色一变, 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看到他的表情,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我原本并不想做什么的, 可惜是他太蠢了。 回来的路上, 我对他下了药。 事实就像我说的, 我原本没想这么快就动手的, 可他却把机会亲手送了上来。 我怎么能不满足他呢? 路上的时候, 我感到口渴, 拿着空荡荡的水袋 想去附近找点水喝。 在河边装好水回来的时候, 恰好撞上了苏宛柔。 苏宛柔看到我手上的水袋, 眼睛一亮。 秦楚歌, 把你的水袋给我。 许是因为长时间没有进水, 他的嗓子有些干哑。 我的眼睛一转, 当下便有了主意。 故作气氛, 趁他不注意之时, 打开水袋的一口。 把药粉撒了进去, 又轻轻晃了晃。 这是我自己找的水, 凭什么给你? 想喝水可以自己去取。 我假装生气与他擦肩而过。 果然, 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他的手抓住了我的水袋。 从我的身上狠狠地拽了下来, 我假装猝不及防, 一阵亮枪。 苏宛柔, 你把水还给我, 我伸手去抢。 他后退一步, 打开盖子, 迅速往自己的嘴里灌了一口。 清凉感袭来, 让他倍感舒适, 情不自禁叹了一声。 随后又忍不住喝了好几口, 那袋水几乎被他喝完了。 他编了编空荡荡的水袋, 扔向了我, 我下意识接住。 他得意地朝我笑着, 你不给我喝有什么用, 到最后还不是进了我的肚子。 秦楚歌,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没用。 我假装气愤不已, 狠狠地盯着他。 可他得意地上了头, 压根没注意到 我的眼里闪过一丝计划得逞的笑意。 真正没用的人该是他才对。 看到齐怀进如此出而反而, 我的心中无比庆幸 我当时这么做了。 我有了可以威胁他的筹码。 你给他下了毒, 齐怀进的面色沉沉。 我得意地朝他笑了。 你不用想着找太医, 没用的, 这个解药只有我有。 但是我现在并不想给他。 既然你不守信用, 就不要怪我 用这些上部的台面的手段。 齐怀进放在腿两侧的手狠狠地攥在了一起。 我不予就这么勾着唇, 看着他有趣的反应。 好, 我带你去见他们。 他终于向我妥协。 我并不意外他的回答。 这期间, 你不能在场, 我要和阿善还有阿木尔单独待会儿。 他朝我大吼, 秦楚歌, 你不要太过分。 我耸了耸肩, 一脸无畏地与他对视。 无所谓, 如果你想看他死, 尽管这么做。 他上前一步, 揪着我的领子, 那双眸子仿佛要喷出火来, 不能超过两个时辰。 我点了点头, 心知这已经是他的底线。 我就这么见到了阿善和阿木尔。 阿善看到我进来, 惊喜极了, 一下子扑到我怀里。 扫扫, 话语中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我也回报着他, 听到他欣喜的嗓音, 忍不住勾了勾唇。 在这里还住得习惯吗? 闻言, 他的神情突然落寞下来。 扫扫, 我不喜欢这里, 我想回大漠了。 看到他一张小脸皱在了一起, 我的心也被紧紧地揪住了。 我拍了拍他的脑袋, 现在这一切只是缓冰之计。 阿善虽小, 可却异常聪明, 他的眼睛一亮。 扫扫是说, 我们以后有机会回大漠。 可是大漠已经不是以前的大漠了, 他一脸悲伤。 我明白他的意思, 蹲下来与他平视。 阿善, 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扫扫不会让你哥哥的大漠 落入他人之手, 我会夺回大漠, 替你哥哥守护那里。 真的吗? 到底是个孩子, 听我这么说, 阿善激动地看向了我。 我洋装生气, 难道你不相信扫扫吗? 他立马摇了摇头, 我当然相信, 但是扫扫, 你答应我,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我的心一暖, 勾了勾他的鼻子, 笑道, 我答应。 我并没有在那里停留太久, 到了约定时间, 我就退了出来。 转过身, 便看到齐怀进背着手站在台阶下。 许师听到门开的声音, 他转过身来, 现在可以给我解药了吗? 他看起来有些着急, 想来苏婉柔那个女人, 已经毒发了, 应该已经找了御医, 发现束手无策, 这才着急找上我。 这么想着, 我更淡然了, 我什么时候说给你解药了? 我看着他无声冷笑, 什么时候心狠手辣的齐王 如此单纯了? 居然相信我说的话, 他的谋色一变。 你刚才? 他还没说完, 我便打断了他。 我站在台阶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我刚才什么也没说, 一切都是你在自作聪明。 我如愿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气急败坏, 我心中冷笑。 不过, 我故意话说一半, 掉足了他的胃口。 不过什么? 他抓住我的胳膊。 我可以帮他暂时缓解痛苦, 这个要必须三日一次。 不然他就会痛苦的。 抱, 必, 儿, 亡, 我一字一句地说着。 只要我手里握着这个筹码, 我就可以保证阿善和阿木尔的安全, 并且能如期见到他们。 你好狠的心。 阿哥, 你怎么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他的脚步亮呛了一下, 险些从台阶上跌下来。 看到他的反应, 我满意地笑了。 齐怀进, 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你有什么资格怪我? 我不理会他, 狠狠地从他身边擦过。 莫数了三秒, 果然听到了众物落地的声音。 齐怀进, 苏婉柔只是个开始, 你的一切, 我都要夺来。 我看着下落的太阳, 眼里闪过一抹势在必得。 还没踏进苏婉柔的房间, 就听见了瓷片砸在地上的声音。 一进门就看见一众丫鬟奴才跪在地上。 苏婉柔正在歇斯底里地哀嚎着。 他看到我, 双目赤红。 秦楚歌, 你敢给我下药? 想来齐怀进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我抱着双臂, 如果你想尽早死掉, 那你可以继续这么大吼大叫。 他已经立马安静下来。 只是那双眸子像是沁了毒一般, 死死地盯着我。 我病退了众人, 调了一杯水给他。 他只恨恨地盯着我, 我凭什么信你? 我笑了, 低下头, 抚上他光滑的脸蛋, 随后滑到下巴。 狠狠地扼住。 苏婉柔, 现在是你在求我, 你确定还要这么嚣张吗? 药已经给你了, 喝不喝, 随你。 我放了手, 拿出手绢擦了擦处碰到他的地方, 随后甩到他的脸上。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我站起身往外面走去。 三, 二, 一, 我心里莫属。 果然, 屋内传出了杯子碎裂的声音, 还有一声歇斯底里的滚。 苏婉柔, 你现在命都掌握在我的手里了, 你还拿什么跟我斗? 我曾经视为心腹大患的人, 居然不过如此。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 我并没有一直去看望阿善和阿木尔, 反而次数逐渐减少, 后面干脆就不去了。 齐怀尽每日都会来我这里, 与我共进晚餐, 我们的关系缓和了许多。 有时候我心情好, 还会亲手下厨给他做饭。 时间过得很快, 今日竟然已经是元宵节了。 临近傍晚, 门外又响起了那阵熟悉的脚步声。 我欣喜地回过头, 目光停留在他苍白的面容上一瞬。 怀尽你来了? 他看到我笑, 脸上也情不自禁带着些笑意, 暗了一声, 我连忙扶着他坐下。 今天的饭可是我亲手做的, 费了我一天的功夫, 你可要好好尝尝。 我娇称地向他撒着娇, 他宠溺地看着我, 拿起筷子尝了尝。 阿哥如今的手艺是越发地好了。 我听到他的夸奖, 自然是高兴极了。 喜欢吃就多吃一点, 不要辜负我的一番心意。 听到我这么说, 他很高兴, 连忙招呼我也吃。 我自然也随了他的意。 他今天很高兴, 喝了一些酒, 抓住我的手。 阿哥, 我很开心, 你能这么对我。 我就这么任由他抓着, 羞涩地低下了头。 怀尽, 先前是我对不起你, 其实我那么说都是为了气你。 他听到后激动地看着我。 真的吗? 所以说你不喜欢那个阿木尔。 我点了点头。 自然, 我先前那么说是因为你 总是和那个苏婉柔走得近。 我也是个女孩子, 我也会吃醋的呀。 我轻轻地打了他一下, 他一下攥住了我的手, 放在他的心口上。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阿哥你一定还是喜欢我的, 你喜欢了我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呢? 我洋装生气, 我当时确实差点就不喜欢你了。 他的面色一紧, 有些慌张地看着我。 看到他这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怎么这副表情? 我吓你的, 后来我就发现我还是喜欢你。 这里, 我指了指自己的心脏, 这里控制不住。 他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紧紧地抱住了我。 阿哥, 你知道我等你这句话多久了吗? 我也喜欢你。 不, 我爱你。 他急切地想要亲上我的唇。 我抬手挡住了他凑过来的脸。 你喜欢我, 那苏婉柔是怎么回事? 你也喜欢他吗? 我紧紧地盯着他, 颇有种拷问的架势。 他不仅不恼, 反而还很高兴, 立马摇了摇头。 他在小的时候救过我一命, 是我的救命恩人, 仅此而已。 阿哥, 让你去和亲的事是我不对,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 我对你的心意, 我。 我竖起一根食指, 抵住了他的唇。 我都知道, 你有你的苦衷, 虽然这样, 我还是要罚你, 罚你把这些酒都喝了。 他的眉毛一扬, 似乎没想到我的要求会这么简单。 直接拿着酒壶, 对着自己的嘴, 就灌了下去。 夜色深了, 我看在趴在桌子上的男人,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其怀尽病了, 病得很重。 我拿着做好的午饭来看他, 他英俊的面孔已被病痛折磨得 快速地凹陷下去。 我心疼地附上他的脸。 怀尽, 你难不难受? 他苍白的面容上勾起一抹笑, 附上了我的手, 轻轻地摇了摇头。 阿哥, 我不难受, 有你在, 我便不难受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人治好你的。 我向他承诺, 他点了点头。 我信你, 但是今天我有事要和你说。 他看着站在旁边的郑安, 使了一个眼色。 郑安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他, 面上带了些犹豫。 皇上, 这使不得呀。 其怀尽咳嗽了两声, 声音早已没有往日的威严。 郑安, 朕如今还没死, 你就已经开始忤逆朕了。 磕磕, 郑安立马吓得跪在地上。 皇上, 奴才不敢, 既然不敢, 那就按我说的做。 郑安不敢再耽误, 转身拖着东西 站在了我的旁边。 阿哥, 你打开它。 其怀尽笑着看着我。 我有些犹豫, 最后在他鼓励的眼神下 掀开了盖在上面的布。 看到上面的东西, 我的瞳孔一缩, 立马跑下来跪在地上。 皇上, 望您三思。 其怀尽咳了两声, 随后拍了拍床他。 阿哥, 快起来, 你这是做什么? 我依旧是跪在地上没有起来。 您怎么能把后印和虎符给我? 他撑着床, 在郑安的搀扶下 颤颤巍巍地下了床, 扶起我。 后印我早该给你了, 只不过总有时耽搁。 那, 虎符呢? 我颤着声音问他。 提到这里, 他有些沉默, 随后叹了口气。 阿哥, 我这一辈子对不住你。 可能是上天惩罚我吧, 我能感觉到我时日无多了。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紧紧地抱着他。 不,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 你不会死的, 绝不会。 他拍了拍我的背。 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 不允许我。 防止我挣脱。 阿哥, 你拿着它, 就当是我最后一次保护你了。 必要时候, 这是你保命的手段。 我早已泪流满面, 气不成声, 趴在他的怀里哭得快要晕过去。 自那日之后, 其怀进的身体越发一日不如一日。 终于, 在一天傍晚, 他把所有的人都叫了过去。 最后便是单独召见的我。 看到他躺在床上气弱油丝的模样, 我一改先前的悲怅。 儿时勾起了唇角, 轻声说道, 齐怀进, 你终于要死了。 齐怀进被我的变化弄得一愣, 他一脸不明所以。 看着他这副样子, 我笑了。 你不会以为我真爱上你了吧? 听到我的话, 他的面上浮现出一种震惊, 像张口说什么。 但是他的身体早已游进灯窟, 此刻根本说不出什么话来。 自从我回来之后, 你的身子就一日不如一日, 你就丝毫没有怀疑我。 我应该说你深情呢, 还是, 蠢呢? 我冷哼一声。 他努力地让自己发出声音。 不, 不可能, 我, 日日都和你用餐。 听他说话太费劲, 我可没有这个耐心。 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你是想说我没办法给你下毒。 他点了点头, 我吃了一声。 我确实没有给你下毒, 但是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 相生相克, 我给你做的菜都是相克的, 你吃久了, 自然病入膏肓, 他的脸上带着不敢置信。 那, 你, 我指了指自己的脸, 当然是因为我并没有吃相克的食物了, 所以我每次与你吃饭, 只吃一两样。 他自目欲裂, 你, 你这个, 毒妇? 我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 论毒, 我哪里毒得过你啊? 徒我满门, 送我和亲, 踏平大漠, 携我夫君, 这一桩桩, 一件件, 我真是甘拜下风啊。 他的脸迅速涨红, 为他苍白的面容增添了几分气色。 可我知道, 这是被我气的。 我的耐心不多, 于是连忙下了一剂猛药。 谢谢你, 亲手把虎符和后印交给我。 不然,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一定会替你好好使用的。 哦, 对了, 齐怀尽, 我爱阿木尔, 从未爱过你, 和你接触的每一分, 每一秒, 都让我感觉无比恶心。 我一字一句地说着, 内心爽快极了。 我的话音落下, 他喷出了一口鲜血, 死死地盯着我, 随后便没了动静。 看着他死不明目, 我内心只觉得无比畅快, 心里压着的大石头彻底没了。 有了齐怀尽的遗照, 以及他给我的后印和虎符, 我成功地登上了皇位。 虽然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但是我依旧凭借着一己之力, 还是咬着牙坐稳了这个江山。 我坐在高高的朝堂上, 听着大臣们争先恐后的发言, 阿木耳, 我的夫君, 我已经成功地替你守住了大漠。 我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见你了。 你什么时候能醒来? 在我愣神之际, 一道清朗的嗓音把我唤醒。 我的公主, 咱们什么时候回大漠? 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 抬眼看着那站在朝堂上 俊朗挺拔的身影。 他俊朗的面容依旧, 此刻正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手上的疼痛提醒着我, 这一切都不是梦。 阿木耳是真的醒了过来。 阿木耳, 我顾不得朝堂礼仪, 迅速跑下去, 紧紧地抱住了他。 他笑着, 也紧紧地拥住了我。 我终于等到你了, 我的夫君。